下午想喝杯咖啡外送員 直接送到家門口 滑開外送平臺app 想吃什麼有什麼 一鍵下單輕鬆方便 對外送平臺有高度依賴的趙小姐來說 是生活日常 疫情期間在家工作 巷口超商也隨點隨送 外送平臺看準訂閱經濟 推會員制祭出免運費 提高消費者免著度 一百多塊錢 然後其實大概買四五次 兩三次 其實差不多就算是可以回本了 所以我幾乎每個月還是會買 疫情改變飲食生態 以去年為例 疫情大爆發前 台灣外送市場每日約六十萬張訂單 三級警戒後 訂單數來到八十萬以上 增長百分之三十 根據資測會最新產業數據 二零二一年全台有百分之七十二消費者 曾使用過外送服務 又以十八歲到三十五歲族群最常用 使用過的消費者中有超過三成訂閱會員 這些訂閱會員中男性百分之三十六多於女性百分之二十七 家長族群百分之三十五比非家長百分之二十八高 東部與離島訂閱有百分之四十 比北部地區的百分之三十五更高 工作忙碌家長可能小孩子喜歡吃什麼讓他們自己去訂購 那東部離島的話 消費者使用率多高 外送平台提供的數字顯示 去年十月訂購外送頻次最高的消費者 平均單日訂購十二次 也就是扣除睡覺時間相當於每一點三小時就訂購一次 除了兩大平台外 第三名的Fudomo也在疫情期間奮起直追 新客數成長三倍 總體量成長三成 使用外送平台的前五大考量 第一名主要是以能夠享有一些優惠折扣 有的可能是因為運費比較便宜 再來就是服務的便利性 因為可以不用出門 第四名則是像餐點或者是品項價格 第五名則是跟疫情有關 就是可以降低接觸人群的機會 因為防疫規範加上戴口罩運動 不是讓不少有健身或是運動習慣的消費者 被迫改變習慣 改為在家裡自己煮或是控制飲食來維持體態 外送平台觀察之後發現 健康餐點的訂單量在疫情期間成長超過三成 也讓越來越多店家加入販售健康餐點的行列 與疫情之前相比上架外送平台的店家數成長超過四成 外送平台逆勢成長讓餐飲業者在疫情中多一道護身符 照樣有訂單 但也有小店家選擇多管旗下考量到成本及抽成 開闢另一條自辦自送的路 一次張大單量抽成是一次抽好多錢 所以我們其實會在之前就有自己承辦自己的系統 優點就是說其實我們會知道我們整個餐點的過程跟狀況 那客人可以直接跟我們反應 外送融為臺灣街景的一部分 外送平台市占穩定 當前最需要的是鞏固會員活躍程度 增加消費力提供加值服務 才能在疫情之後穩住回頭客 TVBS新聞少明正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